依杀和解这个事情 我们现在看还真是只有我们能撮合的成 因为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历来真的是奔着和平去的 不是挑事那种人 有些国家天天说是帮人家 之后把人家搞得是一团糟 你能蒙得了一时 你蒙不了一世 对不对 日久见人心 谁是帮他们的 谁是去祸祸他们的 你在那巧言吝啬 欢言巧语 哪里都没有用 我之前说过什么叫五文明 就是在我强大的时间 还能给予你平等的对待 这就叫文明 而不是靠着霸权去欺压 去奴役别人 就天天惦记着人家家的东西 你再放眼几千年人类的历史 谁能够做到 只有我们不相信我们相信谁 和而不同 兼容并蓄 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这个王维李白杜甫 这哥仨是同一时代的人 杜甫小他俩十几岁 也是一时代的 我们看他仨的头衔 师佛师先师圣 这很明显 王维信佛 李白信道 杜甫是儒家的 虽然我们信仰不同 但是我们可以玩到一起去 你看这个杜甫跟李白 哥俩关系就不错 我们再看看这个当时的统治者 唐玄宗 他对这个孝经 这是儒家经典 然后金刚经 道德经分别做了注释 意思是 就是我要兼容并蓄 只要对我好的 我都用 你在我们历史上 你能找到这个 因为宗教引起的战争吗 你再看看西方 那简直惨不忍睹 你看那个三十年战争 一打就是几十年 你看那战争的起因 他就简直就可笑 谁是文明 谁是野蛮 一目了然 这就是讲一个道理 你放在现在也是 虽然说很多国家 我们信仰不同 肤色不同 语言不同 但是啊 如果我们目的是一样的 我们都想让自己的老百姓 过上好日子 那我们就可以坐下来 我们谈嘛 是不是 再有就是 你只有国家强大了 你的朋友才多呀 你再有这了那了 扯其他的 那都没有用 我们的时间就能否计计计赐 啊